大家好我是彤哥 今天呢我们是在罗马 参加一个由BridgeStone举办的 试胎试程 BridgeStone在罗马呢 有一个专属的测试场地 可以验证什么 就是可以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做很多的测试 包括环形赛道 包括这个高速换线 还有包括这个绕锥 湿地测试都很安全 然后又容易体验 OK我们现在做的是 就是实际街景的 可能遇到的状况 BridgeStone的T005轮胎 湿地上面做测试 所以我们先加速到70 因为它有限速 看到没有 如果不小心就会超过 然后往左 现在是这下一段是试的是湿地的操控 就是抓地力 因为我们是大概用70的速度过弯 基本上稳定性很好 然后这边60滑行 闪避 右边 再来就是湿地的刹车 时速也是到70 OK 现在感觉到这个刹车蛮好的 在雨边 那这个测试呢 基本上是表现湿地的操控跟刹车 这是街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T005它想要表现的 就是它希望在湿地的时候 让任何一个人 不一定要是专业车手 也可以好好的控制这部车子 OK 我们现在要试的就是最新的S007A 在这边不要看错了 那它这个心态呢 很明显 在稳定度 非常好 你看我刚刚即使push了一点 刹车然后再转 其实它都OK 然后在这边是一个极弯 30公里的极弯 都很轻松 然后现在比较高速的地方 换线你也可以感觉到 其实我 其实我比较粗鲁一点 其实它都很OK 现在这样这边我们进入市区 这种感觉急弯 这个弯其实是很容易推头 尤其湿地再加上四轮传动 是很很难应付的哦 好现在稍微推头一点点 就是可是你看它都可以很容易的控制哦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 以一个一般人要用的高性能胎哦 这个绝对是非常好的 即使在试地 那我们等会还会再试这个干地哦 现在我们试的是S001哦 就是British Song上一代的产品 也是高性能轮胎哦 好很明显哦 踩煞车后面的稳定 OK 反应时间就有差哦 OK 我们来感受一下绕 可以感觉到它就是会滑哦 OK 这边Under哦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它差别哦 然后绕椎的反应你看它会 不过很明显的差异哦 测试就是全新的S007哦 废话不多说 OK 控制好很多哦 包括你刹车也可以让后轮带出来哦 好 OK 绕椎 这边 非常好哦 这个控制好太多了 可以感觉到在滑的时候 在极限的时候 也是可以很好的控制哦 就我们现在是Push的 有点狂妄哦 OK 结束哦 可以感受到这个差异哦 两个轮胎差异在失控的时候的控制哦 都差很多哦 蛮好玩的耶 这个场地如果台湾可以 有这个300公尺成300 这样子做真的会非常好玩 OK 在我旁边是这个前F1车手 Stefano Modena 那他要带我们 我们现在开的是M3哦 配的是S007A的Brigestone最新的轮胎哦 那S007A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稳定性哦 它要求的就是在不管什么胎 不管是Touring不管是Touring 不管是Type Program 我们就是会送以安全为主 可以感觉到 侧边的侧情非常好哦 然后现在要上COVID 对这是36度哦 所以180 但是它也是210A了 哈哈哈哈 然后再到下一个提线 这只要开一公里 然后稳定哦 就是发寒几乎没有走 发寒几乎没有在动 这个高速测试稳定 然后到250 OK 然后它也是210的 我觉得这个骰我直升性真的很高哦 OK我们是用240代过弯哦 ESP只是微闪哦 现在是185 现在是180 然后OK 然后它是不断的打放盘哦 然后180 然后这个做测试 头有点痛 哈哈哈哈 安全帽一直打到窗子 OK它开完之后呢 我的这个稳定器哦 已经不认得哪边是地平线哦 所以 真的很帅哦 那这一次试完之后 我也真的可以讲说 T005 真的是一个全面性的 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轮胎哦 然后呢 S007A也是真正 既然Ostin Martin DB11 可以用作标准胎之后呢 我觉得它也是 PRISON最新一代的高性能轮胎 绝对是可以推荐的产品 喜欢我影音的朋友 不要忘记了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PIT63